一歲女童內臟破裂王 竟是母同居人 狂踹她出氣 真是太可憐了 一歲半的女童 竟然被踹到內臟破裂死亡 狠心下手的 竟然是媽媽的同居人 無姓男子 為什麼會一歲的小孩子 你這麼狠心怕 你到底怎麼做的 為什麼不敢講 他今年9月和女童母親大吵 獨自在客廳喝啤酒 女童媽媽到陽台晾衣服 他不滿女童想年媽媽 竟不讓她到陽台 要她罰站還甩她巴掌 女童重心不穩跌倒 她還猛踹她的腹部 丟下狂哭女童 繼續喝酒看電視 半小時後 女童媽媽才發現 她全身癱軟 送醫以內臟破裂 腹腔出血 傷重不治 我拒絕一切反問 所有排在我家告她 離譜的是 媽媽一度聲稱 女童是跳舞摔傷 無難事後坦承 對女童狂踹甩巴掌 但肩身不知道會這麼嚴重 檢方認為 女童只有一歲半 身高才81公分 無難應該知道 狂踹女童會造成她死亡 依傷害致死罪 將她起訴 東新聞台中報導